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都去日本 時至今天日本的福島核建創污水處理問題 仍然困擾著我們 困擾著我們在哪個具體地方呢 就是我們在香港吃不到日本的部分海產 我們都不知道什麼時候解禁 但是這個問題 其實我們都反覆討論了很多年 它第一天爆發 它出了事的時候 我們現在在神秘智慧講 前後多少年? 2011 十三年有多 都還沒完 現在也有一個新的可能是突破 就是機械人進去了 你說說機械人進去做什麼呢? 容許我講機械人之前講一下那些核廢水狀況 就是慢慢鋪墊到為什麼要用到機械人呢? 現在的情況是這樣的 很多這樣的地下水流了去福島的現場 而福島的現場 因為有出現過一些堆森溶解 就有一些核廢料就落去地下水系統那裡 不攔著它的話 它就不受約束地流出海洋裡 令到那個海洋污染很難控制 所以它建了一道水牆攔著 令到少一些地下水出去 但是同時呢 存在現場的地下水就把它抽出來 就放進去的罐 池裡面就進去 但是那些容器本身也不是可以放到永遠的 你要想一下怎麼處理它 所以就會定期地有系統地去將它高度稀息排放 令到某些國家就借題發揮 假裝發浪禮 其實我自己很看不起這件事的 現在你會發覺有些國家 假裝譴責日本排核廢水 但是日本本身也邀請了原子能機構 去將現場的廢水驗完再驗 不只是日本自己驗 拿去國際上驗 然後有些國家又不滿意說 我就是要自己派人來驗完自己拿回去公佈獨立一個結果 說這樣才夠客觀 其實這個是借客觀之名做一些非常主觀的事情 因為說真的 你說如果說可靠 我相信國際原子能機構比相信某一個國家自己好 然後最划算的就是那些國家的人 說自己不吃那些不喝那些 轉個頭一個屈尾十 基本上那些漁民都在那裡拿回那些魚來拿去那裡賣 就叫做在外海出一點點的位置拿回那些 然後搞到香港吃都沒得吃 然後香港還有人群魔亂舞一起起舞 說是呀 可能很危險的 其實根本上你自己飛去吃那些人吃都沒事 根本驗出來又沒事 在那裡裝有事 故事的背景是這樣 但是長遠來說 我也會這樣說 你也不可能永遠在那裡放下去 那你也會想一下怎樣撿去令到風險降低 因為你將那些廢水就算很有效地規管稀釋去排放 你那裡還有這麼多東西 變成了以那些核廢料半需期這麼長時間來計 你基本上可能用一個你用大自然的方法 去由它一路去稀釋它 你等到一個長的人類文明的時間 你都未必搞得好 所以真真正正的想 你都是想一下可不可以主動地再撿走它 將那些廢料入了箱 然後清了現場 叫做挽救那個地方 將那些廢料撿好之後再找 可能日本領土以來不行的話 就要想尋求其他的國家 那很大機會可能美國要幫忙吃這樣一些 就將那些核廢料就埋藏了在美國自己 在那些中西部那些這樣的核廢料撞 就是那些墳場的那裡 那所以現在就要想一件事就是 我們有沒有辦法將現場去收拾了它 那這個可能大家就要想回了 前蘇聯那個次洛貝爾核電廠就不能收拾了 因為那裡爆爛了 整個那個運營土結構都被破壞了 那原本在那裡的一些支架 一些吊臂你都用不了下去 所以唯一只能夠就是 蓋一個越來越大的殼 就永遠將它罩著 但是福島的情況有點不同 它那個爆炸沒有那麼激烈 是一個氫氣的爆炸來的 所以很多時候是一個外殼的結構 又難了而裡面很多的一些 就是整件可能是牽涉到運輸的那些重型工具 那些結構就還在那裡 所以就在想其實我們可不可以 就運用那裡殘餘的一個結構 來將一些的器械去調進去 然後將它慢慢把裡面的那些 就是沉了下去在一個堆森底部的那些東西 就慢慢收拾出來 好了 但是這個當然不可以找人做了 那是不是機械人是一個最好的選擇呢? 現在只能用機械人做了 因為一個很慘痛的教訓 次諾貝爾核電廠是試過找人去搞的 就是找當時的蘇軍 現在的任務就是 一人拿著一個鐵鏟 每人輪流爬這條梯上去那個樓頂裡 只是剷兩鏟 每人剷兩鏟把東西剷到一邊 然後就下來 然後就走 然後輪著上去食複射層 其實就算是這樣 剷了那兩下 很多蘇軍後來都是生癌症死了的 所以這些事情你如果強行找人去做 就是首先就是 你不是只要有人肯犧牲肯去捱輻射就算了 有時候可能根本上有某些部分的輻射高到的地步 就是你去到已經馬上暈倒了 馬上已經搞不定了 所以這些事情人道理由 就只能是用機械人去做 所以現在其中一個叫東京電力公司 其中一個需要去收拾殘局的研究項目就是說 要設計一個機械 是可以運用回福島 核電廠剩餘的那些工程的結構 是去將裡面的髒東西調出來 其實一般來說 你如果那個核電廠不爛 你都要定期將那些核原料棒是更換的 所以一定有一個重型的調備裝置 是幫你將裡面的東西調出來 和調進去的 只要那個東西還沒爛還可以用的話 其實你還有一個希望 可以省卻一些機械建設 就可以幫你將一個重型機器調進去 幫你拿東西出來 現在福島那邊原來一直在做這件事情 當初最初爆爆的時候 最麻煩的是你爆了有些東西都已經糟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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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糕 你怎麼撿回一個牆去 令你把東西調進去 一切東西都還沒清楚 所以開頭很多的前期研究就在那個廢堆、瓦力那裡 嘗試去駕駛一架小型的遙控機械車進去 就好像那些月球登陸火星那些機械車 很多時候就用到太空科技的概念原因就是為什麼呢? 前蘇聯有研究過的 那個上月亮最早研究這些月亮機械車的那些研究得最好 是當時的前蘇聯 那就是因為它可以抵受到高輻射的環境之下運作 因為在宇宙裡面很多宇宙輻射的 你如果用你普通地球上面的電子元件 你在一個這麼高輻射的環境之下運作 那些東西是很容易壞的 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試過簡簡單單用電腦用modem 突然之間你要重新關機再開機reboot過 其實有時候的原因是離奇到你不信的 就是因為它可能中了輻射 突然之間有個宇宙高能量輻射打過 令到裡面的零和一的東西亂了 那就累積了一些誤差 那時候英特爾做過一隻晶片出來查幾個查 不然間歪審完了 後來才知道是宇宙射線 是的 就是因為那個宇宙射線 令到你的誤差率高了 所以你本身原本不通訊號的地方 你多了個訊號 令到那些東西的運算就亂了 那些零和一 你那個原本零的地方變了一 還要不止一個 你的宇宙射線其實很強力的離子化能力 它可能可以一次過把一堆訊號改變了也不奇怪 所以你要去設計那個機械甚至乎的電子元件 因為它不是只有機械的 你一定要有一些電子東西在控制著那個機械的 你的電子元件是可以承受到幾高的輻射量 而也可以穩定地運作 就變成一個很重要的課題 所以一用在這些高輻射場合 無論在太空項目裡面 還有在這個高輻射那些核電廠災難的現場那裡 用的那些機械是要特別設計的 所以為什麼就是 一開始你彈球可以找到一輛車進去去拍照 就已經是很厲害了 而且拍照的相機也是非常難搞的 因為你任何無論是電子的一些相機 或者是菲林相機 你一有輻射一照又是會很容易曝光或者弄光的那些東西 所以去拍攝或者拍片 你那些東西全部是要重新再設計過了 為了承受那個高輻射環境 而運作的一些機械 你要重新地去再發明 那現在有了機械人了 就是走去掘了 那麼就掘了多少東西出來呢 那現在就這樣了 就是這個星期拿到這宗新聞 就是原來有少少丁屎這麼多進展了 終於 現在就試了第一次擺到 成功擺了一個機械進去 去嘗試去拿裡面的髒東西出來 那麼現在我們統計過 裡面應該有八百八十噸的污染物的 就不只是核燃料棒 是因為周圍的環境都污染了 所以令到有些原本不是污染的東西 你都要把它拿走的了 就是譬如有些核原料的東西 滴了進去裡面的桌子裡 那你那張桌子都要拿走的了 所以算起來 應該有八百八十噸東西要拿走 但是現在很有趣 台長你都看到了 他們現在成功拿走了多少東西出來呢 好像幾個mm 不是 三gram 三gram 什麼叫千里之行始於足下 比這句話更加極端的 就是八百八十噸之行始於三gram之下 OK 就是現在你拿到三克 那起碼你試到 就是見東西運作到 是成功的 那之後你就要想 就將它日以繼夜不停運作 還有就是你設計到它 可以就是 就是拿得更加重的東西 拿得多出來 還有要懂得就是 因為那些東西 不是靚靚仔仔放在這裡 裡面亂七八糟的了 或者已經是拿了一塊 你可能有時候要拿個鑽頭去鑽爛些東西 鑽爛些東西鑽爛些東西 鑽鑽鑽去才再拔出來 所以整個可以說就是 一個你被迫是不可以用人手去拆扭 要在一個高輻射環境之下 運作的拆扭行動 接下來要拿八百八十噸的東西走 那暫時的進展就是這裡了 如果以現在這個速度 要是什麼時候可以掘掉 原先那個東京電力的目標 就在2050年是可以清牆的 由現在起計還有二十多年 但是現在大家都幾有信心 是達不到目標的了 很有信心的 如果要清牆的話 是不是那些人會回去住 理論上就是整個生態還原 那裡可以給人住 就不再需要有一個 Evacuation zone 不需要再清牆 直接可以在那裡起 甚至乎那裡的魚鑊 那些可以全部吃得回 就要還原 可以說一個人類文明 歷史上第一次希望想做到的事情 因為先前很多時候 說那些出核事故的地方 你那裡就是廢了就廢了 但是現在為什麼我們可以寄望到 東京可以日本嘗試去做到呢 其實主要就是因為 福島的核電廠 都還有留一些比較可以承受到 符合到重型機器的一些建築結構 在那個現場那裡 所以你都還可以想一下 可以吊一些重型器械進去 去拿東西出來 那你說如果那些結構都爛了 我想就不會想說清賭場了 就要認衰了 那現在就在能力範圍之內 就是盡做的那樣子 但是當然你現在第一次做 可能那個經驗啊 能力方面啊 那個承作力方面是正在試的 就是你不排除可能性 就是將來 說我做一刻我做到一噸 變成888天就搞定了 還有怕人不會累的嘛 是啊是啊 其實這個就是我們寄望的一個結果 是可以令到整件事可以更加 scale up得快 那就是正如我們現在講的那些運算速度啊 我們講的那些全球去怎樣建的那些結淨能源啊 那些這樣的東西 開頭都是很少很少試一下的 但是到了某個位突然之間呢 你就可以很快的了 還有你會看到這件事情 你發明到這樣的高輻射環境之下 運作的機器呢 是令到很多其他的國家 以後如果想搞核能的時候呢 是有獲益的 因為這些可能變成一個核電廠 就是我們講基本需要的配備 隨時是可以幫你去 萬一有什麼意外是清場 就令到我們呢 就可以那種叫做人類文明 承受核災的能力是 就是可以是高一些 因為呢 我們接下來看著呢 就是你多不喜歡核能也好呢 整個人類文明會再大量使用核能 是一個就是我會說不可避免的趨勢 那當然就是呢 它背後的原因就是 我們有理由相信我們可以用到一些 更加危險程度低的核能 還有我們的安全係數是提高了 那就算你說現在講今時今日美國呢 它用的核能都是會多的 然後他們在想的是 原本將武器級別的那些核原料呢 就將它降級去用回那個核電廠那裡 也都現在有繼續去做這件事情 我們下次再回來 我們下次再回來